吴根生一辈子都给别人上课 灵了让李沐璇上了一课 一人之下 漫画第672话的预告已经更新 掌门 原谅我 我没用 我没出血 吴根生完美解决了三一门和全性的冲突 并向刘婆子说出了自己下的这盘棋 全性的大火才是主菜 如果说火候差一点的话 那这菜就没法吃 刘婆子也没想到 结果还真让掌门活着吃下来了 不过 如果没刘婆子传话 吴根生猜想自己估计都死八百回了 所以这回他很感谢刘婆子救了自己 刘婆子也是个实在人 他梦中什么话都敢说 但这还是第一次撒谎 另一边 李沐璇吓得瑟瑟发抖 掌门 原谅我 我没用 我没出血 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吴根生传这个局 因为这是不能再闹大了 再大就是全性围剿三一 正道大战邪道 怎么打都是自损八百的买卖 全性有高跟这种人 正道也有王矮这种人 借用三一门的事闹大得力 到最后三一门内发生的事都不住 三一门左若同彻底成了笑话 他吴根生也背不住这么大因果 他全性掌门帮三一掌门正道 在门内怎么立足 他会变得和八七级的正子部一个下场 吴根生自己的立场看 对三一 他愿称左若同为真人 应该不愿看着这个真人 因为这是成了个笑话 落得个灭门下场 对全性 他不想这是把门里的疯子全掺和进去 按二叔的人设 吴根生是成 至少现在是成 这是不论门下人再怎么胡闹惹大 根源在他 这个因果他得背 为全性掌门 他不能说门下人有何错 因为他们本就随心所欲 若是直接下令约束 他这个掌门就是个摆设 他不能因为私心约束门人 那不是全性掌门干的事 更不能说三一门之事的根源 所以来了个变妖正道 想把这事控制住 先假设这一切都是无根生谋划的来 先是告诉门人自己去送死 门人感到形成小谷所说的弑君 至此三一门也好 全性也好 正道也好 都不会出手 三一门动手打不过 一旦全面打起来 三一门内的事都不住 剩下的三一门 应该能猜出左落同内幕的一些事 吗 正道下场 三一藏不住油头 正道不动手 一是三一不给油 头 二是真打起来 对自己门没好处 因为没油头的事 去犯险太不理智 全性不动手 一是无根生按得住 二是赶路费了气力 那么只能谈 无根生给了门人态度 自己的事不会门人担着 全性门人大多是疯子 但大多自己找自己的乐子 一个全性掌门想把自己门人从自己的恩怨中摘出来 自己担 这一点五婆婆能想到 其他的全性是疯子不假但不傻 能想明白的也应该不少 是想一个能帮居士悟导 能陪 梁大师那种人寻道 帮助门人寻找自己最想要的道路 不管他们作恶 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在整个正道面前高喊所谓正道不过二 我的门人坦坦荡荡 一言九鼎 我这个掌门 敢在整个正道面前给门人撑腰 我想换门人一生得令 应该值得 至于之后 我想是有效果的 一是无根生这场局展现给门人的魅力 如果全性认同全性掌门 不能像小谷说的掌门被人弄死 全性门人却不露面 那么这个全性掌门的 命令应该有同样的效果 二是全性本就各自为活 多是为了乐子 没多少人会去背着掌门的命令 同门的报复 却惹一群三一的疯子 高更 夏柳青 平时也没少弄死同门 也没见有人报复 找这个乐子不知道 至于三一 剩下的人弄不死无根生 他神灵明 没有大概率 因为怕落得八气纪那般的下场 但私下遇到三一 没什么顾忌 左若彤的名声 门派保住了 这是美姐 但成了死局 至于剩下的门派 只要认了这个约定 拿三一门的是搞事 等于丢了名声 告诉其他人 我要搞事 对 对 感谢观看